剛剛坐巴士進入洪水 我無聊聊就拍照片 這段錄音是後期去錄的 因為在巴士上 免得對著電話說話 好像自然自已的傻佬 因為我坐在巴士的左邊 如果坐在右手邊 在這個方向 正常人應該看到洪水中間的POOP 的號碼 Coco應該由1至15 有15個POOP 全場2.1公里 進到洪水 因為小時候坐巴士的年代 就是熱狗巴士 全部都是有槍開的 裡面的廢氣 人們經常說 等於吸收5分鐘的香煙 裡面的廢氣 多了就緊了 經常都 應該說沒有超標 因為他們的機器 應該到 員工裡面 定期調整機器 進不准 那我就不太記得 他們沒有找公證行 去驗儀器 理論上就應該要找公證行 去做的 或者不是公證行 就應該找個註冊校 去拿儀器 去調整機器 那...就... 走了半島 現在的時間 他全場2.1公里 以今天 車的流量 他...都... 算多車 不過就... 幸好都不是很失車 只不過是駕得不夠快 那...就... 欸... 現在差不多走了兩分鐘 那就應該走了... 大約三分之二至... 四分三距離左右 那...就... 現在一直... 都... 很悶的等著他走 因為看不到號碼 就不知道走到部分 那... 我現在這個方向的證實 應該是由部分15度回轉 去到部分1 因為... 他應該由 香港... 九龍那邊 就是一開始的 那...就... 經歷了這麼多年 沒有... 入國五歲 那... 就... 應該... 現在... 都差不多 要準備出隧道的了 加巴士 那... 我就... 等待著 又不知道 因為... 現在沒有窗開呢 就... 伸不到電話出來 拍... 前一點的環境的 那... 現在看到這個環圍 應該就是出隧道的了 那... 應該會見到 那... 那... 今天這條片 就... 拍到這裡先了 那... 下次無聊 再去... 拍下香港的景色啦 下次再見 拜拜